好 開始了 等人進來 有人嗎? 沒有 還在連接啊 送送送 一個了 你在那個 好 開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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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個字典 抽分享50人手工要10圈 100人的話手工0錢包 我們在台南園創 台南園創是白人文化創意產業 現在廣告一下 趁主持人來之前先廣告一下 我們在這邊有展覽喔 在這邊 台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放在這邊 裡面展出的內容有很多台南的自己在地的那個品牌跟一些原料 有一些衣服包包跟鞋子 等一下 五十個人的時候可以抽這三個 要十圈 一百個人可以抽零錢包 好了嗎 好了 八個人 我可以坐在這裡嗎 可以 可以 九個人 你來跟大家分享喔 大家好 今天的第二次直播 謝謝大家可以的話幫忙分享 我們來看一下 那剛好我們台南現在有在做一個 室裝周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 就是台南原創 那要怎么去强调这个台南原创呢 刚好我们本身 我们也是台南原创的一个品牌 那就是说 原创本身就是说 它可能就是要有自己的设计 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SDN手作写 它的一些设计的元素 它所使用的一些原物料 我拿鞋子起来介绍好了 帮忙分享哦 在写分享 分享单课 名字写过来丢进去 首先呢我们设计每一双鞋子呢 我们的最原初就是先从原物料开始 在我们选择原物料的时候 我们再来去设计它 它什么样的原物料 它适合做什么样的鞋款 这就是所谓的一些我们设计者的一个原创的一个思维 那本身这个是有皮绳很简单的皮绳的线条 然后它可能它它所存在的一些位置是可以放的 那有一些位置它是不可以放的 它很容易磨脚 那为什么会用这个 为什么会用这个皮绳下去做这么细 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皮绳它的强度很够 所以它才可以做到这么细 它可以耐拉耐扯 它的支撑也够 那这双鞋子呢 它本身就以它来说它的设计 除了我们原本的就是很简单的线条下去做变化 就是说它夹脚的地方 它是用皮革是比较软的 然后它很简单就是配个颜色 它所在的位置康好 我们在大拇指这块骨头这边 它是不会磨到的 那小拇指的部分一样 小拇指的部分它刚好可以卡在那个骨头的 后面这个这一块肉这里 它比较不会撞到骨头 它有一定的位置 当然如果说客人的 如果刚好脚比较瘦 它比较会支撑不够 它可能会撞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做调整 如果客人它有特别的需求的话 这双鞋子它本身有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皮扣 它这个皮扣呢它是可以上下调整 它是可以上下调整 那它也是都是牛皮做的 很厚的牛皮 拿下去做踢 所以它是可以可以这样子做做一个微调一些调整 那客人在穿的时候呢 他如果说刚好要当凉鞋穿的时候 他可以这个样子穿 那整个穿起来线条也是很好看 也是很好看 那所采用的材质就是中底的部分就是 也是这个是 南美洲进口的全植物楼阁的一块非常好的牛皮 它是 就是肩膀的部分 它是好的牛皮它就可以就可以了 它就不会容易起皱褶 这个可能刚刚如果说直播第一次 有说讲到 那牛皮它本来的颜色 它是接近皮肤色 那经过水分阳光空气水色 它会慢慢的颜色会加深 这个一样都是圆皮 但是它这个可能时间比较久了 它颜色会变 那我们的东西它就是会 会本来是原色下去抹 然后把它做成的东西 然后再下去染颜色 这里刚好有一些皮绳 那我们这个皮绳它的制作方法 这里刚好没有东西可以讲 但是它本身就是一整块牛皮下去切条 然后再去研磨 磨完之后下去染 染完之后它还要打蜡 它不会磨角 也不容易掉色 它最特别的地方它是没有涂料的 它只有染料没有涂料 所以它并没有阻塞它的毛细孔 它不温闷不温热 它不温闷不温热 颜色吗 颜色吗 像这个就是说我们 比较刚染起来的颜色 比较没有时间那么久 像这块皮革它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衰软的一块牛皮 刚好是有这个鞋子让客人比较 它是相同的染料相同的皮革 但是随着时间 比较久了它颜色就会变了 就是变成这样 非常的有自然的光泽 牛皮它就是有这个特性 它就很很漂亮很漂亮的那种自然的皮革的一些 一些亮亮的亮光这样子 可以参考看看喔 刚好有客人进来喔 那让客人他们自己先看一下 没关系啊 你们可以可以自己自己先看一下 这一双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鞋款 我也是 这次展览也有展这个 这个 这个款式 它它特别在哪里 它很简单 它的做工就是要磨 它本身很耐拉耐扯 一条线它可以支撑我们整个身体 在走动的时候的重量 它整个都是牛皮的 下去磨 每个地方都是要磨 而且它有一个小小的巧思喔 也是我们有小小的专利 它就是会破坏一个 一个点 为什么要破坏这个点呢 它可以改变这个皮绳本身 在结斑过后的角度 在我们在穿着的时候 它这个角度比较不会磨脚 这个角度它比较不会磨脚 一般的话如果像这样子宽的都 它会它的角度做起来 它会变成90度的 它会变成90度的 那这些都是我们一些小小的小刺 小的设计 再来介绍这一双 它很漂亮 它线条很漂亮 这一双也是我们门市里面卖的相当不错的一个款式 可以看一下 既然是设计者 那我也必须去介绍它 好穿在哪里 它一样 它在这个部位的部分 我们大姆哥这里 它也是不会磨脚 如果脚背比较 这个脚背在比较厚的地方 它的一些肉 它就会从这边 比较不会卡住 比较不会穿不进去 那一样 这边它是整个五根拇指都会 在穿的时候 而且它在这个设计的部分 它是在穿在 在折的同时 它都不会有压到脚 所以这双本身也是相当好穿 相当好穿 而且它整个曲线 它也不会磨脚 相当临摩合起的一双鞋子 如果大家有来店 也可以来试看看 那刚刚有在说这个直揉 为什么大家都在说直揉 直揉前直揉 就是说这个皮革的制作过程 它所采用的植物丹磷酸 它是植物性的 它又可以说 这个也可以说它是环保皮 就是说它本身就是没有弄到一些化学的 所以说它 一般很多人都在说直揉直揉 像日本它们会说色皮 那大陆部分它们会说素高皮 应该是 那强调它就是说 它本身比较没有做过多的修饰 就是皮革本身没有做过多的修饰 它并没有 就是说它没有上一个涂料层 那它的好处在于它透气之外 它表面的这一层它是比较硬的 它的密度是比较细的 所以它有一个情况是在 它很容易在我们在穿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在 它很容易就会亮 因为它的密度很高 所以说一般如果做一些皮雕的 它也会用这种牛皮下去做 它会很漂亮 反正它就是属于比较 比较环保的 比较植物性的 因为我没有镜头可以看 没有看到荧幕 我不晓得有 有谁在我们线上 跟大家说真抱歉 那就是这个鞋子 这个鞋子呢 我也再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应该是今年 反应蛮好的一双鞋子 它也是有一些很小的 一些小的巧思在上面 跟各位介绍一下 它很简单 一样是单层的 一大利进口的植肉 它很简单 它就是一样做一个夹脚 它没有过多的修饰 一样是皮绳的元素 它一样都可以落脚 它怎么穿呢 呃我们这里 我们请 38号好像太大了 我们可以拿那个36号手吗 36号手 去 好那我们拿一下鞋子 那我们请我们的那个小帮手 他试穿 那我们来帮帮我们各位解说一下这双鞋子 它的穿法 它整个都是 意大利的进口的牛皮下去研发的皮绳 那旁边这个部分它也都是牛皮的 整个都是牛皮的 它也是皮绳 下去削薄 然后把它对折 它淘一个小小的皮绳 把鞋子下来了 那镜头可以看到吗 我们请我们的小帮手穿一下 来这个是脱鞋的穿法 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把它穿成两鞋的穿法 它这双鞋子它的支撑性它非常好 它非常的贴 非常的贴 所以它在穿的 它穿着的时候 它因为它贴合 所以它的脚整个是很放松的 它非常好穿 那这是另外一种是当凉鞋的穿法 也很好看 也很好看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内腰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一般客人在穿 因为它这个刚穿的时候 是意大利皮革 它本身腔度很高 所以会觉得它有一点点浮浮的 没有很贴脚 但是鞋子 它这皮革的东西 它在穿的过程中 它会软化 软化之后 它就会比较贴我们的脚 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磨合期 这一点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再来我们再到处看一下 随便介绍一下 那这一双也是相当 板面相当好的 那一样是跟各位介绍它的做法 它也是用非常简单的方法下去做 那中底的部分它有压 压那个蛇纹 那为什么要压蛇纹呢 它有一个止滑的作用 一般如果脚不大会流汗的 它都会觉得有一点点亮亮的 它会滑滑的 那所以说我们有做压纹 那这双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有一个皮革 这个是活动式的 它也是意大利皮革 它很厚 它是用雷射下去割的 雷射雕刻把那个 皮革整个 因为如果说用一般 我们用的模具的做法 那个模具它可能 没有办法做 因为它会坏掉 因为皮革它相当的扎实 那做这么小的洞 它一定会坏掉 它做的很小的一个洞 这个是整个是皮革 所以它是用雷射雕刻 是把它那个皮革整个雕刻起来的 有分享的人 那个小帮手都有帮你们记起来了喔 那这双也是我们今年 反应相当不错的一个鞋盘 那这双鞋子它的特别呢 跟各位介绍一下 它的特别的礼拔是在它的脚床设计 它本身这个鞋底它也是双密度 就是说它也是有专利的 除了材质上它的结构也是都有专利 它的中底中间的这一块的这一块也是没有噴 没有做涂料的一块整块是牛皮非常的透气 那中间的部分是软的 那旁边足弓设计它是硬的 它支撑非常好 它适合比较久站 一般如果说比较薄底的 我们就不是很建议客人占很久 酒站如果鞋底不够厚的话 它脚底板它会通 那这个也都是全脂肉的东西 也是手揽的 所以它颜色已经慢慢的自己在养色 所以它养出来的颜色是每一双都不一样的 它每一个颜色它都会变色的 这个也是反应相当好的 它的是多了一个皮纹 它也做一个小小的蛇纹 那它有三条线 那它没有做皮扣 那三条线呢 可能客人在有的时候 他想当凉鞋的时候 他就会去选择第一条 或者是第二条去当 当他们的凉鞋 长度它有的人脚比较宽 有的人脚比较瘦 他可以去做一个微条 那这个款式呢 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位设计师 他所设计的鞋款 我们一个装秀女小姐设计的 也是相也是非常的有巧思 这个是一样是做一个皮扣 一样是皮扣 它一样是可以拉做凉鞋 当然它还是以脱鞋为主 当凉鞋久了它还是会变形 因为牛皮是可塑性的 可塑性的 那我们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个一些反应不错的新款 一样是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的一个线条 它一样是以它的皮革全脂肉的皮革 它所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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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如果在別的縣市如果有看到我們家的產品也可以去試看看 這也都是現在反應非常好的一個鞋款 它的一些小巧思是在它這個部分 它有穿一個皮扣 一樣是一個做在上面 一樣是都沒有縫線的沒有車縫的 它一樣是都做研磨打蠟 它在裡面都還是一樣有打蠟 都有打蠟 一樣是都沒有塗料的相當 而且旁邊都是都有過打磨 相當簡單但是非常實穿的一個鞋款 那今年也很流行這種一片式的 反應也是非常的好 一片式的 開始吃這種心 便可以保另一些 要吃反應 吃搭 準備好 他就算 capitalism 我們來進一塊 那次我們在日常 他會我們叫他 這是 capitalism 因為 stat sus 你叫做 这也是今年的新款 一样是一片式的 非常好穿 一样是 就是这个底台本身的专利 它就是中间是软的 旁边是硬的 所以大家可以 有机会客来店里参观 参观看看 试参看看 那现在也刚好做活动 那 也有男生的 也有男生款的 也可以来试看看 这个都是店里面最基本的一个鞋款 也都是反应不错 一样都是手做的 那就是一样没有车缝 因为我们的 从原本的设计的理念就是本身 我们就没有一些车缝的师傅 所以说我们设计的鞋款 大部分都没有做到车缝这一款 一样都非常简单的鞋款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简单 而且它是外空式的 一般的脚型如果说比较 肉肉的 我们会介绍他穿这种鞋子 因为他不会卡住 他不会卡住 而且他穿的时候 他会拉长我们的整个脚线 穿起来脚会比较长 而且他圆的 那一般如果说客人如果说脚是比较 有比较有骨感的 我们会介绍他穿另外一个底板 那个底板也是就是有方的 这个底板他是方方角角的 他就适合比较骨感的 脚下去穿会比较适合 那如果说有穿着的方面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私讯 那我们也可以去跟您介绍 您比较适合的 像脚比较瘦啦 比较宽啦 或者是想要是什么场所下去穿的 我们都可以去针对您的需求 去帮您介绍 好那就是今天也是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跟各位好好的介绍 好那我们最大的期许是像 希望我们的原创手作写呢 能够跟我们台南在地的一些小吃店一样 我们就是不用说有太大的行销 但是我们又就是走的是比较平实的路线 用我们台南人的热情来服务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